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日能够分配超过一公斤的粮食 粮食生产一直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工作 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 但是耕地面积就只是全球的不够一成 中国人在改善粮食生产上一直努力不懈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的杂胶水道技术 改善种植苦能 被视为解决中国以至世界饥饿的方法 国家的南水北调工程改善灌溉问题 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使用改善了劳动力问题 最近十年不少大学生毕业之后 更加积极投身农业建设 运用所学到的知识 以更精准的方法 帮助农村改善粮食生产 令到中国人在吃得饱的同时 可以吃得更好 西庭 无尽大地真情 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未经许可不许可 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